围在大理区永龙路上的德芳新市场 新建至今已经有20年 长期以来由市府委外经营 由于属于传统市场环境有些老旧 加上建筑不够现代化也有待改善 地方希望趁着今年市场租约即将期满的机会 市府能够把这市场结合临近的广而用地 朝多功能综合大楼开发带动地方繁荣 看商们备料准备下午的市场营业时间 这里是大理的德芳新市场 当初由市府委外招商经营 至今已经20年 环境设备有些老旧 加上是铁皮搭建的建筑有些不美观 让地方觉得有些可惜 大理环保公园旁边 现在有一个刚股一楼的市场的现况 不过基于我们大理现在的发展 以及人口的需求 我们地方乡亲非常强烈的期待说 那一块用地能够有立体化的建筑 就是说能够让建物从一楼涨高成三楼四楼 甚至也有挖地下室 由于今年这市场租约即将期满 市府经发局这天特别召开说明会 请听地方声音 地方期盼能够结合 临近的环保公园及广恶用地 超多功能综合大楼开发 将市场改头换面 我这七里也要买东西 也要买菜 可以说把这块整个好 甚至于你里面有一个很好的过程 来做四楼 一楼来做菜市场 二楼做小吃 三楼四楼做天仗 把附近的天仗 可以改革掉 第一个是希望能够跟隔壁的广场 能够合并开发 第二个是希望能够做多目标的使用 也就是说能够增加 最需要的停车场的用地 那我们今天听到这个里面的声音 然后我们在市场内部 来赶快召开个会议 来讨论这个 市府经发局表示 由于这市场是位在大理二企重化区 交通枢纽位置 相信会是个诱因 仍然以民间厂商新建办理为主 规划合并开发周边用地 可以提高招商条件 带动地方发展 接下来是台中采用报道